今個年度的政府防疫注射計劃 今日展開 合資格的香港居民 可以分階段去公立診所 免費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 這些人士包括領取縱門 和傷殘津貼的人士 院舍院友 醫護人員 家禽或逃載業從業員等 65歲或以上的長者 可以由11月2日起 去普通科門診 或指定長者健康中心接種 政府亦安排外展隊 去到小學、幼稚園和幼兒中心 為學生接種疫苗 目前約有450間小學 和760間幼稚園 幼稚園企幼兒中心 和幼兒中心參加計劃 冬季流感高峰期 可能與下一波疫情一起來 合資格的市民 尤其是高危群組 應該及早接種疫苗 保護自己 亦減輕醫療系統負擔 華音樂 幼稚園 同志 幼稚園 公園 天 博文 後